大家好,我是小杨 天冷了,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莲藕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莲藕特色的新吃法 吃起来外层焦香酥脆 内里绵软细嫩 实在是太好吃了 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么制作的吧 首先在碗里面准备上200克糯米 在里面加入清水 给它浸泡上两个小时 准备一些莲藕 买莲藕的时候要选择这两头封闭的 这样的莲藕比较干净容易清洗 姜莲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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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